在藍大於綠的花蓮 民進黨選情總是無法有所突破 而張美慧這次選舉 依然是不敵強勁的對手傅昆琦 張美慧也發表了選舉感言 也為這次沒能夠勝選來向大家表達歉意 我們一舉功 謝謝大家 我們要繼續的再接再臂 我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繼續的也投入 在這個工作上 一棒接一棒 我們不要氣餒 我們不要灰心 我們這次有五萬多位鄉親支持我們 這是一個 很好 也肯定我們的一個最佳的一個展現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不灰心 我們不氣餒 謝謝大家 謝謝 在花蓮藍綠的這個板塊 政治板塊 相差懸殊 一直以來是這樣 這個是事實 但不是理由 不是藉口 因為我們曾經有黃姓健 姓蓋森 來東征 我們有花蓮傳奇 田志軒 我們有蕭美琴 在這裡 10年的耕耘 所以這些都是 非常棒 非常亮眼的成績 那今天的選舉的結果 我想我們 我們必須要再繼續的努力 繼續的延續 這些前輩們在花蓮創下的紀錄 跟 所締造出來的成績 我們要繼續的努力 美會從 去年的 7月5號 就是 接受 黨主席 賴清德賴主席 的徵召 那從 開始 投入 競選 192天 這192天 美會完全沒有休假 每一天都非常的 希望能夠讓花蓮有所改變 這樣的過程 我們想 其實 也很多的 鄉親 有看到 目前為止 我們的得票數 是超過5萬票 開到現在 有超過5萬票 美會要感謝這5萬多位鄉親 對這次選舉 對張美會 對民進黨 對民主進步黨 對我們競選團隊的肯定 我們要繼續的努力 那即便這次沒有勝選 但是 我們 在 花蓮的 民主之花 我們一定會 越開 越漂亮 也希望 更多的年輕人 我們要 一棒接一棒 繼續的 在花蓮生耕 在花蓮繼續的推動 所有的 為您的服務工作 還有在 這裡 讓 花蓮鄉親 能夠認同 民主進步黨 在花蓮的努力 那在這裡 張美會 也要恭喜 傅昆琦先生 恭喜你這次當選 但是 張美會也要 在這裡說 希望 傅昆琦先生 以及你的太太 徐真衛 立委 家縣長 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花蓮人 真的要用心對待花蓮人 以公眾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去施政 去為鄉親服務 那在 明天開始 我們團隊會展開全線性的 卸票行程 我們要謝謝所有 支持 以及投給 張美會的 各位支持者 各位鄉親 我們要謝謝你 謝謝你們 願意支持我們 謝謝你們 有改變 的 這樣子的一個 實際行動 用選票 來支持我們 我們會繼續的努力 我們要讓民主之花 在花蓮能夠持續的綻放 而且我們要 遍避開花 這裡 謝謝所有的 同志們 謝謝所有的支持者 謝謝所有的好朋友 你們的 關心 鼓勵 支持 以及付出行動 用選票 來表達你的意念 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謝謝 最認真 最努力